從我來說明一下 這個是禮拜三自由時報頭版頭 一夜三砍殺 觀眾朋友如果仔細去看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非常小的案子 因為我們全班刑案有分 重大刑案跟一般刑案 這個是一般刑案 這並沒有什麼料理 就是怎麼攪控鬧事 大家操作 沒有到治安量紅端這個地步 但是為什麼自由時報要做頭版頭 卡汗 這就要收入韓國語 然後蘇貞昌只看自由時報 所以他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就同一天 同一天蘋果日報有做一個調查 蘋果日報在調查很好玩 我剛剛講這個不是重大刑案 可是蘋果日報去比較了 陳菊的前年的同期跟韓國語 最近三個月的 他去比較說到底誰的治安比較好 結果韓國語上任之後破案率 比陳菊還好 怎麼會這樣 這反而是有點弄巧 所以蘋果打臉自由 一般來講我們是看全班刑案 然後是以一年為單位來看 會比較準 你光看三個月其實容易失真 因為案件起起伏伏 這個是蘇貞昌他在這個治安會裡面 他講說要換這個警察局長 自由時報做特種 但到底這個鬥歐在哪裡 我拿我們今天的這個 讓這個警察局長不是 就剛剛賴老師講 不是他說換就換 其實我們中國時報 今天二版做得很完整 請大家看 這位朋友 葉教授 葉宇良教授他嘴炮治國 他是警察大學的退休的教授 這個夜店為事 跳在那個賓士上 這個在台中 這根本不在高雄 真正的關鍵在這邊 黑手深入警戒 喬人士搞鬥爭 所以我說密碼就在這裡 警察局局長的人事權 但是破壞警戒人士的是誰 是這個 這個黃明昭 現在的刑事警察局的局長 黃明昭他去代理 還要驚掏駭浪 黃明昭去接全國刑事的龍頭 是徐國勇決定的嗎 徐國勇是現在的內政部長 是他決定的嗎 是嗎 按照媒體報導是蘇貞昌決定了 所以蘇貞昌你是在打理你自己 我為什麼跟他講說 我不是很在意蘇貞昌講說 我講兩個例子 第一個 那時候在查非洲 朱恩不是講說 那個旅行社跟那個導遊 要連坐有沒有 有沒有連坐 沒有 後來就沒了 你怎麼這樣子 你又把他講算就真的是沒有 你就講講而已 那時候不是講華為 主持人你也談過華為 什麼一月要開清單 現在幾月 一月的時候拖到二月 現在不是三月 二月清單也沒拿出來 什麼政府單位 什麼不能買什麼什麼 有沒有 也沒有 所以蘇貞昌講聽聽而已 不好 所以媒體報導完之後 後面都沒有了 不是 就剛剛賴教授講 你如果要換警察局長 譬如說你要換新北市的 你一定要侯市長同意 要尊重他 他會拿三個名單給你選 侯市長就堅持不要 那卡在那裡 所以不是你說 不是行政院長說換就換了 不是說真的有人在門口打架 就可以把他換掉 講 下禮拜就沒有 他沒有這個權利 他沒有這個權利 你要尊重縣市長 你不能硬塞 沒有 那個特別是市長 他就硬塞 剛這些談話 我覺得有一點扭曲 蘇院長那些話的本意 而且也有很多 我覺得是在暗批 他的本意是什麼 我是覺得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先講說 2006年他講過的話 說治安沒變好 他要下台 大家可以去看 2006年下半年治安的數字 我當時擔任立法委員 我當時有調 確實 2006年下半年 治安有提升 有改善 從一些數字 破案率的提升 犯罪率的下降 那個確實有 我下回可以提供給各位看 我為什麼說 因為我們政府的首長 你要來除暴安良 要來讓人民安居樂業 這是設政府成立的宗旨跟目的 也是這些首長責無旁貸 他們應該要做的事 所以他出來做這些呼籲 他要求警察們 尤其他是從領頭的局長們 來做要求 這沒有什麼不對 過去 過去國民黨長期執政的時候 警察是一條邊 警察地方的首長沒有任免權 是警察是中央一條邊 後來陳水扁執政以後 開始改成就是說 即便要一條邊 我們的財政 人事 主計跟警察 還有審計 這過去都一條邊 警察的部份後來有尊重 一半就是必須 地方你要可以 你首長同不同意 所以這是雙向的 我覺得他這樣子 並不是說針對地方 現在15縣市國民黨執政的 他要做什麼其他 要二整 要邀請 這些縣市警局長 沒有 這個意思 因為大家共同的目的方向 就是要把治安做好 簡單講 除暴安良 那麼他要求標 我認為在我看 紐約在他的談話就是 他這個要求是標本並治 我們不能說 那一切都來治本教 如果標死得差不多了 也沒什麼本好治了 所以我認為標本並治 要求在業電 特殊營業場所的門口 你要強化治安 有什麼不對 很多特種行業 把自己的利益 盈利 建立在人民的恐慌 很多去那裡的消費者 把自己的快樂 建立在別人的痛苦 所以本來類似這種 各種特種營業場所 都是治安的重點 這是警戒他們警察專業的 他們的認知 他們的歸納起來的結論 所以蘇貞昌現場這些講話 我覺得不應該被扭曲 剛剛講 盧秀映有講出這問題的根源 他說對啦 地方警力不足 中央這七千尾 對 這七千尾是中央 警專擴大招生到滿額趕快 因為這麼多年來 我們警察各地方大多間缺 我們警察大概都 實質需要的 我們都只有做九成的編制 都編九成的預算 實質都大概再打九成 等於需要一百個警察 其實地方都大概有八個而已 十個警察的工作八個來做 所以這個部分中央強化了 結果大家記不記得 中央現在備好這七千名以後 地方縣市政府 我就想帶頭唱衰的 反對 就柯文哲 柯文哲說你不用給我 他說我們沒有錢 代仇提這件事情 好像是黃偉哲 柯文哲 我這不是說你記錯了 柯文哲 為什麼記者是黃偉哲 黃偉哲先講的 我提出一個事件剛剛提到 他說蘇貞昌 他認為蘇貞昌宣布以後 自然有改善 但是我們這邊看到的資料 你是說2006年 對 2006年 我這邊看到資料是很確實的 2006年9月做的一個調查 那麼只有一成多的人 認為治安有改善 七成三的人認為治安不好 那麼所以在9月份的時候 蘇貞昌要開治安會報的時候 表示他要負責任了 所以他後來沒有多久就下台了 所以他真的有負責 但是他有說要退出政壇 但是他沒有退出政壇 但是我們的意思是在於說 當時整個做完以後 因為做了6個月的報告 就調查 就是他從宣布以後 3月宣布到9月做了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出來的結果不是這樣 跟四天講的不是這樣 不是 班教授 你講的是民調 我們治安的改善兩個 一個我們官方看了 就是我剛剛講的 治安的數字 破案率的提升 犯罪率的下降 另外一個就是人民的感受 你剛剛講的民調 那就人民的感受 可是民調有好幾種 好不同的做法 有的率先被公布 治安就是以這兩個數字來看 一個是官方統計 官方統計的部分 治安確實是改善 你可以去查那個治安 這個人民的感受 重點是行政商下台 你講的是一部分 對 那是人民的感受 可是人民的感受 民調也只是代表人民感受的 一部分呈現 你還要看這個民調單位 是哪個單位 你要解釋你們高雄的治安嗎 不是 你剛剛講的這個 撤換地方警察局 我覺得這個真是一個關鍵 我補充一下 密碼真的在這 因為每一年的 其實公共產選的退休 是在1月16跟7月16 也就是說1月16之後 很多警戒退休之後 他要做一個地補 跟輪槓的動作 所以現在正在大搬風 但是以前我擔任議員十幾年來 從來沒有像今年這麼久 以前1月16有一批 可能是高級的警官退休之後 他就會馬上會去 連帶地補 可是今年已經到了3月 3月將近10號了 還完全沒有動作 還沒搞定 還在喬 喬不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 蘇貞昌院長他藉著 剛剛輝文也講 你那個報紙借我一下 剛剛那個只是一個 很小的一個案 就不是說大跟小的問題 這並不是一個多大的重 重大刑案 但是我們的蘇院長 他卻用這個理由來告訴 宣誓說 如果地方治安真的不好 那警察局長就由我來任命 那表示說 比如說高雄市警察局長 現在可能 他現在就要擔心 會不會到時候行政 又一個命令下來 高雄市警察局長就換人 因為這個整個從 這個高雄市警察局長 這個三線三 到他的副局長三線二 到他的督察長 甚至分局長三線一 都要跟著一個輪調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今年又是選舉年 其實警政單位他在選舉的時候 是一個跟基層人民 非常接近的一個動作 所以其實如果以我在解讀來看 這個其中間藏著 民進黨可能為了明年的選舉 要做準備 他要把他的人安插在各個地方的 警政系統裡面 所以這是藉著治安事件 藉事借端 其實是要影響警政人士 主任我補充兩句 第一個就是說 王世傑遠行到那個數字 因為我以前跑過 一點點的社會新聞 警方公布的破案率那個 我都很保留 我點到 我都很保留 第二個就是夜店 誰敢開夜店 你黑白兩道灰道 你沒有去打電話 誰敢開夜店 所以蘇貞昌這個 他不是標本金 他根本 也不能談見數不見 他根本化作重點 你只要不要在門口打架 你的要求就這麼低嗎 我可不可以到後門去打 我會到旁邊去打 莫名其妙 門裡面打 關起門來打 門裡面打 根本不是打下雨柏的問題 我就說這個扭曲了他的談話 他的意思不是那樣 不是說不能在他門口打 不是 他意思是說在那些地方 主持人 我不是要消滅夜店 也不是要消滅酒店 可是觀眾朋友 例如你下回招條 你就知道裡面在幹什麼 蘇貞昌 你是莫名其妙 你們這個我就把警察局長說 很多東西都不是我們檯面上 看到的這樣子 你今天沒有三兩三 你說我在新北市開個夜店 你不用打點 你都不用處理 不可能 所以背後的是誰 我當然不是講各位民意代表 你一定是有處理的 媒體 明代 警察 黑道幫派 維視的什麼保全工作 很多東西發露的 所以不是蘇貞昌講的那麼單純 你一個當過縣市長 現在又回國當行政長講這個話 真的是離譜 我又不是初音樂 也不是隨機 而且又是任何人 你而想看 不明你們都不會 有啊 那你會不會 雲 有啊 好